在地球上所有的物体都会有生命周期 所以人啊,人生苦短莫戳途 岁月苍苍感慨多 大家好,我是小郭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生命值 这个在游戏中必不可少的功能 来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主角注入生命 打开Unity 第一步我们先选择2D模式 因为我们需要制作UI 然后第二步我们需要制作生命条 这里我已经制作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黑色的,它代表的是生命条的背景 而另外一张它是红色的 它代表的是生命条,就是血条 我们都可以留意到它们都带有圆角 首先我们选中这两张图片 把文理类型改成Sprint 2D 好,我们右键添加一个Image图像 角色的生命值一般在左上角 接着我们把背景图拖拖到图像这里 我们拖拉一下 这时我们看到边框都变形了 圆角也没有了 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时我们就需要下载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2D Sprint 它可以帮我们固定边框 首先我们找到包管理 然后直接搜索2D Sprint 我这里已经安装了 大家可以安装一下 下载完之后 我们选中图片 然后点击Sprint Editor 这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打开了一个Sprint的编辑器 外面这里有一个绿色的框框 我们把它拖到这里 它的意思就是说 绿色边框外面的这一部分 它是不参与拉伸的 就是无论这个图片怎么拉伸 它的上下两边都是固定不动的 好 然后我们应用一下 然后我们重新创建一个图像 把图片重新复制给它 然后我们把它拖拖到左上角 好 我们拖拉一下图片 它的边框其实已经固定住了 可能图片的圆角比较小 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 大家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把名字改一下 就叫liveback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创建一个image图像 就命名为livehp吧 我们调整一下图片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刚刚背景图的参数 我这里就随便调整一下 差不多就行了 接着我们把图像的类型改为以填充 然后填充的方式 我们给它来个水平的 这时我们拖动这个数值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有个隐藏的效果 之后我们在脚本里面控制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来到这里 我们Unity这边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又可以进入我们写代码的环节 首先我们创建脚本 我们命名为livecontrol 然后把脚本绑定到UI上 好 双击打开 接着我们声明一个血条的属性 然后我们在star函数里面去扩取它 这时我们先尝试通过按下空格键 然后触发这个血条进行减选 然后就进行个减选的功能 这样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们回到Unity 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按下空格键的时候 血条就不断的减少 这一集我们一起探讨了怎么去控制生命条 我这里说多一个题外话 大家可以试一试填充方式改成360度的 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联想到它是用来干嘛的 好 我是小波 期待大家的三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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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